我把所有好人都保了 我就说我不验人 我昨天就很怀疑七七毛 那牛皮什么呢 牛皮什么呢 还不是输了 我还帮你们读了个狼 你们还输了 狼人有血 狼人手到了我这个女巫 不是龙哥打的吗 龙哥打的 龙哥打的 上帝里面谁打的我 这是七七毛 这个是七毛 我本来就要倒是 我投手办理的意思 因为这一天你会看到 蛇皮怪吗 我要看一眼 我们都知道他要看他 今天直播局当中唯一好人赢了一局 人一局就赢了一局 那还有三八十七三加八 四号送上个TK台 二号玩家好像今天好几轮都没有发扬了 被枪带走 关注一下二号玩家吧 就心疼二号玩家的 那你到吧 十二 优秀 优秀 好 所有玩家确认好身份牌 闭眼配戴面具 我们下一个白天见 龙哥连个 连个白痴猎都没拿过 别说是个狼了 这把有点像 我上榜不拿了白痴吗 你还以为你真是白痴怕 老子不拍你就给你们啊 你还真以为你是白痴啊 三 二 一 天亮了 9号 10号 12号 9名玩家上井现在是23分 11号玩家未上井 12号玩家请发言 我想想找一下预言家 第一个发言总共找一下预言家 我认为这个6要跳 这个9要跳 6 9双跳 过来 1号玩家请发言 在我印象中 应该很多好人会在井下 所以今天我决定上井 我觉得4不太好 我点下4 我就11上个好人 12前这位发这个颜 我不做个评价 我觉得还好 4不好 6不好 4 6 那今天我来点你 对吧 我觉得4 6不好 7 9 2 7 9不知道 我觉得2还可以 好吗 我就打4 6两招牌 好人过了 3号玩家请发言 嗯 稍稍点 嗯 嗯 我来找找对手吧 我来找找对手吧 爸 爸你别搞好吗 爸你没有资格做对手 酒满香的 酒满香的 嗯 这单页十一吧 单页十一吧 听不出来的都验了 马修老师 审得他 是个好人的时候怪别人 是个狼人的时候 不服气 二号玩家你放心 到死我都不会来碰你 我会发言打打你 你别 别误会 我是保护你 我不打你 别人怀疑你 打打你呢 你至少不会死在晚上 对不对 那你又死不了了 一斤水 其他不多说了 好吗 单页十一 爸 听听八言再说吧 省得等下紧过都拿不到 好吗 就这样吧 过了 四号玩家请八言 嗯 我觉得九项原家 三号玩家你要不找找神吧 别找什么狼了 好吧 呃一号玩家说 我不太好 那你请告诉我哪里不好 对吗 表情不好 还是 哪个动作让你觉得不好 你就说我不好 我也不知道我哪不好 我怎么跟你说我好不好 对吧 三号玩家说 他验了一号玩家精髓 要去验十一 十一号玩家上一轮 是我的狼同伴 他被女巫读了 发疑言说 我是个狼 我一定自爆了 我觉得这种发言 我当时都忘了 他是我狼同伴 入业之后才发现 我们狼少了一匹 三号玩家起身告诉我 十一号玩家是个狼处决 所以我觉得三定义十一 还是定义的蛮准的 所以三说要去验十一 说什么他是个狼 死的不明不白 我觉得像是在骗十一 后终于我认为 我认为九号玩家会起跳一张原家牌 因为他一般都在井下 上井一般都很有话聊 二号玩家 我觉得二号玩家底牌 如果是个好人 应该会上井 来抱怨一下 今天晚上游戏体验很差 我们在玩狼人杀 他在跟猎人玩 玩打靶 我觉得你打靶归来 应该要唱首 日落喜山 红虾飞过 我也平时不上井 你们知道是不是砍了我 所以都不聊我 绝口不提我 是吧 从十二号玩家开始 我难得上个井 我拿白痴没上井 拿平米米白没上井 聊了一圈 我五号玩家的井上 不聊我 我也觉得九号上个预言家 那你就别发言了 你就别发言了 对吧 我觉得九号可能会跳 因为三号玩家 说自己是上预言家牌 就好像拉不到我这个 但不排除我可能会心动 会统一站边你 这游戏体验比较差 好吗 就先过了 好吗 六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我昨晚没有验人 七铁宝像个好人 十二还行 一还可以 三是个汉跳 四这个位置放了 后置十没有进 这个三的视野 二张牌我放掉 像个好人 因为三明确告诉他 狼队友二号 你已经不配吃刀了 所以你抵的牌 只能是张平米牌 所以二这个位置我也放 我认为十二一 二可能是三个好人 四这个位置放掉了 武装牌 你总管有站边的 你没有聊 你不要退水 警惠我要给你的 待会我就退水了 我警惠就给你 你如果退水了 那也无所谓 因为后置牌 我没有听过发言 那这个游戏 我四张预言架 我要拿警惠 第一天晚上不厌人 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装逼 第二个好处 那我这人很实惠的 装逼就装逼 第一个好处装逼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 第二个好处就是很简单 我上警来 没有找你们做对手 那么你们要找我做对手 我也就没有办法 是这个道理吧 三号玩家 大话话 你就帮自报 九号玩家 他们都说你是个预言架 我不知道三帮你 做的身份 还明你身份 但我听一听你发言 因为八九两张牌 他都点了 他十号玩家没有点 所以我第一警惠 我打个十 第二天晚上我一定演人 那么七张牌 我就贴宝 为什么贴宝 同理 七十个狼 一定不会做这种事情 是个好人 这个笔记改了又改 改了又改 从一开始写到六 全部都写完了 七九一定是个好人 一听了我发言退水 一定是个好人 二这个位置我放 我警惠都单留一个十 警下人看你们投票 什么十一 十一号玩家 昨天你在弹幕前面看过了 对吗 那么待会我就看你票行 好吗 而且这一局 我有过预言的 我开牌之前 我已经说过了 我说昨天 我有一把预言家没有演人 结果所有人全部站错边 警哥还说 你不是扭逼 你不是装逼吗 活该 最后你不输了吗 那么本局游戏 我还是没有演人 明确告诉你 保七 保一 二我也保了 我认为二跟三 一定不认识的 三说二张牌 是张蛋牌 所以他说不配吃一刀 一二七 一二七三张牌 我先保一保 五号玩家全场 没有人聊过 三也没有聊过 我不知道五十张什么牌 那么五四 五十三张牌 可能出 仅上三的匪同班 因为三点过八九 两张牌的 那么听一听 你们后知八九 是在发言 我仅会单留一张十号牌 好吗 就这样 我是个预言家 记住啊 一二七 铁宝 三张牌铁宝 好吗 就这样 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那我就先验一 再验这个九 那你三六到底谁跟我跳啊 三号 这个六撩成这样了 应该不出去退水了 三号还不退水吗 真不退水啊 那两只浪跟我对跳 两只浪跟我对跳 哇 这把真的是两只浪 上一周李静也是 也是抱我一个茶沙 结果他真的是这样 浪人排 真的不退吗 哇塞 那真的是掉 三茶沙 预言家 我是JYC高级会员 所以在JYC拿到预言家牌 法官给我个优惠 会验两张牌 我验了两次 第一次验了个三 是个茶沙 老子想carry 直接验四只狼 第二次验了个六 骂的是个精髓牌 怎么办呢 法官总共不会骗我的 你们有实信书问法官去 关我屁事 三茶沙 我八十余言家 景徽留啊 你留了哪两个 一九啊 不是 九 忘记了 随便了 就验这个十一 十一个五 十一五顺验 第一天验的三茶沙 第二天验的六斤水 过 退水吃毒吃香籽 发言好的事啊 就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 现在就十四是三六对跳的吧 八号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赞编这个三的 三号让我相信的点 它去验这个一 我觉得像 它说它如果是张 就是一号如果是张狼牌 它觉得一号好欺负 然后它如果一号伤好 然后它去保保它 因为一三一直日常 一日常怼 对吧 六号 视角不太对的点 你认为 一二都保了 七也保了 景象就是这个十一啊 那十一是不是一定打三 那十一号还是好人 四郎上进 四郎上进 三号报前之后一个好人精髓嘛 是不是啊 你说你还要听四 五 八 九 十 发言 你认为十二号前之后发言 像不像狼 你都没有提过十二号张牌 对吧 其实我觉得十号可能是狼 因为你们 你们很喜欢聊十号这张牌 今天我们听到你们聊十这个数字 对吧 都没有提 有人说三 有人说四 有人说十九 对吧 你们都没有提到十这个数字 对吧 你认为十二号发言像不像狼 我觉得十二号心态还可以 那么是不是在你视野里面 三是跟你对调的 一二七都保了 如果十一号不投给你就打死 那就是四五八九十当中开三啊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这个才叫真正的不验人 你还跟我说我第二天要验人了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你第二天不验人 我一定这样验你 对不对啊 三总不能还能退水吧 他去发一斤水 他去退个水了 是吧 十一号就看他井下的票行 你还跟我说 就要验这个十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井和流的视角很差 好啊 就 但是龙哥是战编这个 龙哥是战编这个六的 我没有听出他 他为什么不姓三的原因 好吗 就其实我认为二这盘 怎么办 我又想说二十浪了 但二我跟你说 你为什么没有游戏体验 那位置学了不好 对吧 投胎投错 天天坐猎人对面 换个位置 知道吗 猎人死了就带你 换个角度 知道啊 你看我坐的位置 你们对面都是狼 要么都是平民 是不是啊 对吧 你不要天天坐猎人对面 因为猎人死了就带 因为你还定着猎人看 而且游戏 开始之前 你二号跟我是最后闭眼的 对吧 我本来想上个阶 因为我以为你是预言家 知道吗 我想你可能会验我 对吧 因为上一盘之前 我跟你对跳 我想你验我 你抱我力度也大 对吧 那如果你是个狼 对吧 你想去闽神 对吧 你去抱个厂商 我也在井上能聊干净 对吧 但是你没有上井 对吧 但八号就凌空保了 你二 对吧 他二七我没有听错 他说二十个平民 对吧 我没有听错吧 他说一二七都是好 他认二十个平民 一是好 认七保了 对吧 就所以我认为六不太好 好吧 就他没什么多 你们自己二十一都投票吧 好吧 如果反正你们这边 PK才可以再冲票的 好吧 就如果 七也在井上 是吧 那你们投票吧 好吧 我想信这个三 好吧 就但是我觉得八号 我觉得龙哥有可能站错边了 好吧 因为龙哥日常不信这个三 但我觉得三十秒 翻译时间还有三十秒 好吧 就 我觉得六八不太像双了 好 六八不太像双了 因为八 六八是双狼的话 八不太会说 两张牌跟我跳啊 你们两狼跟我跳啊 什么什么 我觉得不太像 好吧 就 嗯 四张牌 不知道 好吧 三三 我一直听不住三三的发言 好吧 就 我觉得三号 你可以去念一下这个词 好吧 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一三九三个狼 嗯 剩下一狼还没找到 可能 还在锦夏吧 我认为锦夏那五发言上的好人 他的 视角是说什么 你们都不点点我 因为他平时摸狼牌 小概率上进的 这是起义 第二 他在锦上敢于这样去点 看什么 卖给你女巫五银水 一三九里面开读 三号玩家选择自爆 昨晚平安夜 警长竞选间会在下一个白天进行 所有玩家天黑请闭 我们下一个白天见 有人爱挡刀士吧 好 天黑请闭 看我现在是退水时间 扔在锦上的玩家有 六号八号 两名玩家扔在锦上 退水玩家不能投票 请锦夏的玩家在我倒数后投票 扔在锦上玩家有六八两名玩家 请锦夏玩家在我倒数后遍投票 三二 九号玩家选择自爆 昨晚 可以自爆可以自爆 昨晚九号十号两名玩家自爆 啊不 昨晚九号十号两名玩家倒牌 死亡数据不分先后 九号玩家选择自爆 所有玩家天黑请闭言 我们下一个白天见 上井就是觉得自己被吃刀了 真的吃刀了 因为我觉得从那里开始没人聊我五上井 我还想跳个女巫说我读了六 他们也不理我一个 我配置还不够高 眼的还不像像 然后反正想这样 我起来就说我想给自己发个饮水 他们还不自爆一个 我说我场外就是说我读了这张六 他们也不自爆 反正我给自己发饮水怎么发对了吧 我总共是张好人拍 对啊 因为场井上去我觉得你们都没人聊 我觉得我好像迟到了 事实就是这样 这游戏我体验感很足就可以了 这游戏啊 六十张预言家 三是个汉跳狼 八应该是个好人吧 八应该是个好人 九去站边三九自爆了 十十张女巫牌 那么十二号玩家起来发了什么言呢 我井上我要想一想 井上好像十二号玩家先起来发言 我也排不太出 反正这把可以了 我觉得能想到我自己吃手刀 就可以了 好过来 七号玩家先起来发言 这样转的 反正我能认下 一二五七我们四张是好人牌 那一共仅下四个人 十一你是仅下我定义X的身份牌 但是因为九号 九号打六号的点是说 你保了一二七 但是不打十一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四郎上井 然后李井想 就是打算抿身份自爆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好好表水 因为你在我这边是X 一二我觉得都是好人 因为三跟二对话 三二不认识 那一我没注意 好像一退水的 一应该还行 那你是一 一定要好好表水 否则今天就是你的轮次 我不知道他们的格式 十四郎上井还是怎么样 还行 八应该 反正这轮肯定出不到八的 五是好人 剩下人就是十二 十二跟四了 其实我觉得锦上四聊的 不是特别的好 我也忘记了 反正就这盘 十一十二四里面出 十一你一定要好好聊 你是锦下 锦下我这盘你就出局 聊得好就十二四再聊 过 八号玩家请发言 这发言顺序很糟糕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挺难打的 主要我希望通过两轮发言 去找出老人牌 锦上我只听出 三号是一张老人牌 你都如果是张神牌 我们前面 一一二三四 我们四连好人 后面就大概就出狼 可能弄个身份 就把你十一扛推了 而且如发言顺序 不太好 所以也只能这么办 如果你跳个神 或者没有拍你 那我们可以排个坑 直接十二一二四到起 至少也不是他的轮次 十二一二 有点难 我把压力给二四吧 如果锦上还有狼的话 十二一当中还有三九的两个狼同伴的话 我不是尬聊 主要我是因为我们三连好人 没有听到你们二次发言 这是发言顺序确实差 再让我听完发言 我最后总结的话 我相信我能找出狼 前面你是怎么怎么狼 十二一 锦上发言我都忘记了 鬼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过了过了 自己投自己的吧 过了 我甚至认为七八有可能是双狼 因为你们去想 首先第一点 八号玩家是跟六号玩家刚在井上的 如果八退水了 六是直接拿井灰 九都没有机会去自爆 八一直刚着 然后九说 我可以自爆的 自爆了 然后六才没有拿到井灰 你们跟我说八是个好人吗 对吗 四号玩家起来 因为我认为一号玩家像个好人的原因 是因为你上一局 你跟三号玩家是狼同伴 你起来的发言 对吗 不就没有准备好 三号玩家这一轮 我认为 他跟你如果是两张狼牌 他不敢去发你精水 所以我认为 他是要骗你的一张牌 我究竟大概率像一张好人牌 我自己是张井下的牌 我认为二七一定要去开朗 七你有这个底细去保二 对吧 我认为你 你哪来的信息去保这个 你也没有说为什么 对吧 你说我十一不好 对吧 然后你要强命我的身份 在你的后置位这个八 跟着你一起去打我十一 一定要叫我跳身份 凭什么呢 对吗 所以我认为后置位 四是第一个起来 锤这个三的 我认为四总归是偏好 五本来我觉得 五都知道自己是银水 他这十倒牌了 我那个第一天结束以后 十说 说五是银水 我还跟十说 我操他都知道自己是银水 那我想如果他自刀 他不会这样去发言吧 总不可能这样去发言吧 我觉得他的心中历程 像是张好人牌 所以四五我觉得都可以放一放 五可以放一放 四先放一放 四毕竟是起来第一个打三的 一从人性上来说 我认为像张好人牌 那么二七里边开张狼牌 我认为八十张铁狼牌 今天能不能就出八 因为二七里边总会是有个容错 要么你保错人 要么你就是张狼牌 二对于你来说是张已知信息 你要去拉他的票 对吗 所以我认为 要么七八双狼 要么二八双狼 这个八怎么得 人家跳的什么东西呢 他跟我说 什么五这张牌 因为五那个时候 已经认了自己吃刀了 那我想你要么是个女位 然后你说你六也不要跳 我想你是不是独了六啊 对吗 然后那个位置 八还说要去验五的 他本来就是张景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给三补位啊 辽爆的一张牌 且第二天起来 他还要刚在井上跟六抢井辉的 不然九自爆 六就一定能拿到井辉 如果八退出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就六八两个人 在井上 对吗 所以这个井辉一定是 就是八号玩家去污掉的 所以我认为八是张狼牌 你们都不去盘的钱 之后七也没有去打这个点 对吗 所以我认为 大概率是七八双狼 也有可能我会只会听你二的发言 如果七是个容错 那就是二来填 好吗 场上位置我都盘得很清楚了 好吗 我十二号人过来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五号玩家是一招饮水牌 要盘的话也是最后一轮牌 且我认为你刚刚那个发言 就是我十二号这个发言 怎么可能底牌是个狼呢 我回顾 我给你回顾一下 我十二号怎么发言的 我说我认为六号要几条 九号要几条 六九双跳 然后我就过来 我这个发言是个狼吗 那是狼只能说 我榨了六和九的身份 对吧 是这样子的 七号妹子 我觉得你真的像一张狼人牌 因为你说八号玩家 今天不是八号的轮次啊 那八号凭什么和六号刚在井上呢 他刚在井上 你没有去聊他 你觉得一二五七 就是你的逻辑当中 一二五七这四张牌 你都放下了 对吗 然后你又认为八号不是八号的轮次 那就是四十一十二的轮次 我十二号底牌是个好人 你打错了 那我们看一下十一和四两张牌 是不是狼人 如果这两张牌是狼人 那可能对你有容忍度 但是如果说他们两张牌是好人 那对你就没有容忍度 我先说一下这个四 四号在三号起跳预言家之后 四号怎么发言 四号说 我上一把是个狼 和十一号是狼队友 三号是直接能够把十一号认出来的 但是这把你三号跳预言家 却要去验这个十一 我认为你三号底牌不是个预言家 四号是这样发言的 就是说三号起跳了 四号马上就去打了这个三 那四号和三号是狼队友吗 四号是一个倒过狼 警察就开始打了吗 是吗 不是吧 那四号底牌是不是一个好人 十二号底牌是个好人 四号底牌是个好人 那我们再看看十一号 十一号这轮是谁要出的 是八号 八号说那你十一号只能跳个身份出来 然后八号说 这个十二号 一号 二号 这三张牌面出谁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听一下 但是他又去点了这个十一 他认为十一号一定要跳身份 然后十一号怎么发言 十一号说 他可能认为七八是双狼 当他说七八是双狼的时候 我被打动了 就那么简单 因为你排的一二五七四张牌 你放下来 一二五七都放下来 你把八放下来 认十一十二和四 是出两狼的格局 对吗 我听四号像好人 听十一号像好人 我底牌是个好人 那你是什么呢 妹子 所以我想出你 好吗 且八号他没有打你七号 我也认为七八像双狼 然后关于这个一号 可能是个容错率的问题 是因为我相信下八两的配置 他说一三九 是三张狼人牌 一号是被三号汉条狼 发的一张精髓牌 最后一号发言之后 让二四两张牌 牌一下就可以了 好吗 我认为这一轮七八PK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十一十二一定出狼 一定出狼 我先聊一下自己 那首先一点 我上警的理由 说得非常清楚了 对吧 我不想重复 那站边的理由更清楚 那三发了这个言 像天天 随便找了一个心路历程 肯定是 就像八号玩家这么睿智 一眼就识破 那我听了六的发言 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退学了 对不对 那六怎么发言呢 一保了 七保了 对吧 还保了一张五吧 保了哪张牌 我忘了 还去留了一个警惠 留了个十 对吧 那是六的四角 十二去打七 十二去打七 那你就和六号玩家 出去 拼拼你 六号玩家都会 如果你是张好人 六号玩家冲进来 又要咬你了 你来背锅 那我觉得你发言 不像张好人发言 因为你首先 你把十一认下来嘛 你就告诉我七八双狼啊 七八双狼 七八双狼 一个母狼 一个公狼 哎呦我们发言位置很不好的 哎呦我们要输了 他们狼牌会怎么发言吗 两张狼牌在前 哎呦我们发言位置不好 不好不好 人家狼牌发言非常谨慎 那个八我不清楚 但我七能保 对吧 八我也有点不像狼面 他们偷偷摸摸 如果认你十一 是一张身份牌 就夸插砍你一刀 对吧 好吗 我觉得十一十二里面 一定出狼 但我更偏向十二 像张狼牌 因为你打的位置都不对啊 那说一十张轮廓 你相信下八两的配置 那下八两又为什么不赌我呢 他自己也犹豫啊 是这个道理吧 首先下八两一定知道轮次 那个时候他不开赌 连续自爆 那为什么不赌我呢 你没有印象思维 那五是一张好人 我说七是一张好人 一是张好人 这个我能保 哎呦 我其实抿了四六啊 我不知道六是一张 绿元家牌 你说六九 六九是要对跳的呀 三那个 三他想 有可能 对吧 三号玩家本来不想跳 让九跳的 那六九是起跳的呀 你十二也没发出 你十二是 我觉得一开始 现在想想发言有点开眼 好吗 那今天先不走我吧 我表水表人很清楚了 因为我站边站队了 你站队了边吗 还有你十一根本没机会站边 对吧 今天一八的轮次一定不是吧 八都发了这个言 我今天站边六 要出三 一已经为六退水 对吧 今天一定不是一八的轮次 你们站边都没机会站 怎么凭什么呢 好吗 那二次随便发言吧 如果二次发言更棒嘛 我就不出十二过来 二号玩家请发言 先找点好 我觉得先找一下好人吧 五是个饮水 先放一放 七起来发言说 一二五七八都保了 狼就出在四十一十二里面 这是七的发言 你觉得七底盘拿个狼 两连报第一个发言 发得出这样的眼吗 我觉得不像张 他囊狼牌的时候的状态 八是张狼 不工作的 唯一的工作就是你们点他的说 跟六刚在井上给九机会自爆 这是八帮狼队唯一做的事情 对吧 这句说 我不知道 发言顺序不太好 因为后面二次都没发过眼 所以我觉得八也不像 五七八拍了 这个十二 井上第一个发言就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六要跳 九要跳 六九双跳 过了 上来开口第一句发言 狼这样发言吗 我觉得不太像 所以我觉得狼坑只能出在一四十一 我听完一的发言 我偏向四十一 我偏向四十一 而且十一在那个位置说 我觉得七八里面一定要开狼 而且有可能七八双狼 他觉得四一定是个好人 虽然十二也发了同样的眼 但我觉得四为什么有可能是个狼 是因为他打了三没错 但是因为一在井上发言的时候说 我觉得四不好 然后四在井上是直接回应了这个一 说你觉得我挂枪不好 那是哪不好 是因为这个动作不好 还是因为哪个动作不好 我觉得这个反应给我的 反正在我的视角里面 我觉得这个反馈不是很好 有一种被点出来了之后 心里很不舒服的感觉 好吗 所以我把外之位的 我觉得像好人的牌都排了的话 五七八一 我自己底牌是个好人 我觉得就在 五七八 五七八十二 我觉得就四一十一 我偏向四十一 好吗 我觉得听听四的发言 我可能会在这三张牌里面出 好吗 过来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本来以为 我本来以为十一十二 但是你二在这个地方打四跟十一 不是啊 你说我回应一 你打我的点 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 首先七号玩家说我发言不好 你就说不好 那我怎么跟你交流呢 我们玩狼人杀不好 你哪里不好 你跟我说 我再跟你说说好不好 你一说我不好 哪里不好 我问你我哪里不好 你又不跟我说哪里不好 就跟我不好 那好 好与不好这些 那怎么好 怎么不好呢 怎么跟你们去 狼人杀是个聊天游戏 你就只跟我说不好 我怎么去变呢 对吗 因为十二号玩家 在这个地方 你们只有十二号玩家 一个人说了我井上说了什么 对吗 三号说要去验十一 我说你那一轮 我跟十一是狼同伴的时候 你能听杀十一 十一出局 你就认为是他个狼 你还要去说十一号玩家 你发言听不懂 我是这样去打三的 对吗 那我反观来想 十二号玩家 如果底牌是个狼 九号玩家 已知是个自爆狼 对吗 十二跟九成立狼同伴 他就前之位 他知道六九一跳 他发六一个查杀 力度是不是很大 他第一个人发言 就发六一个查杀 对吗 我认为三不像 当时我没有看到六 因为六号玩家 是日常上镜的 而九号玩家 是不怎么上镜的 所以我认为九号玩家 会起跳 我认为九号玩家 是一张预言家牌 对吗 那你们说哪里不好 好或不好 你们跟我说一下呀 不然我怎么 跟你们解释呢 七号玩家 你一定是一张身份牌 你一定是一张身份牌 你的发言是 这几张牌都不动 就从那边投 对吗 我认为你是一张神牌 但是你考虑一下 因为你老说我不好 我怎么跟你去交流 我当时听完发言 七号八号 八号是个狼啊 他就刚在井上 他刚在 其实不会刚在井上 对吗 他刚在井上 跟唯一预言家抢井辉 他底牌是个狼 他就退水 做好自己的身份 因为八号玩家 是井上也打了三的 我记得很清楚 八号玩家也打了三的 对吗 所以我认为 八号玩家不像狼 那么五号玩家是饮水 这一边 三号玩家井上 明确是跟你一号玩 给你一号玩家 发了精水 跟你二号玩家 有对话的 所以我当时认为 十一号玩家说 今天要从七八里面出 说七八双狼 十二号玩家 就说要从七八里面出 我认为十一 十二可能是双狼 对吗 但是到你二号玩家这边 你说五号玩家 饮水你放了 七号玩家你放了 八号玩家你放了 说十一跟四是双狼 那我觉得可不可能说 你十一跟二是双狼 对吗 我底牌是一张白痴 我今天想投十一 怎么了 很奇怪吗 发音时间还有三十吗 我会投十一号玩家 那你们 你们自己投你们自己的吧 我认为 反正狼坑就十一 十二 因为龙哥说十一 十二一 我听完发音 我觉得一不像 我觉得二像 那反正十一是那个公共狼 十二跟二 明天你们再去变 对吧 反正我明天也死了 好吗 我是白痴 归票十一号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没有经党性 在我倒数后变票 三 二 一 大家把票型举住 不要放 一号 二号 四号 七号 八号 投票给十一号 五号 投票给二号 十一号 十二号 两名玩家 投票给四号 十一号 玩家出局请留言 那我可能打错七八了 我有点 有点那个 我在想 我当时想的是 四十二是双狼 我真的 我本来想投十二的 但我后来想 我还是投四 因为 我认为 四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他既然认为 十一十二是双狼 他自己是个好人牌 他一定先归十二 因为我用逻辑打了七八 十二是跟着我去打七八的 且前面的一二都认为 十二的身份要比我低 他应该是先归十二 不至于先归我十一 所以我认为四和十二是双狼 我认为四做不起张白痴牌 我举四的原因是因为 我希望白痴牌 跟我一起去出四 我希望外置位的好人 能够看清举时也出四 所以我举了一票四 这是我的心路历程 对吗 那这游戏你们狼人拍刀 或者你们自己去找神 对吗 四号玩家跳了一张白痴 总共能找到白痴 好吗 过了 出十二吧 对吗 十一十二两个人投的我 十一肯定是个狼 听到发言一定是个狼 那我是八号玩家为什么倒牌呢 十二三四 哎呀 打不了 刀歪了 你不要跳白痴出我 你出十二呀 你出十二他们讲不定会给你出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跟二的选法完全不一样 怎么可能是出十一呢 我想跳白痴去做他身份啊 不是啊 他们前面都打着我 你跳着白痴过 他们还是不能出我 看不清楚的好人会给你出我 对吧 只有白痴 大人他们不说白痴 你怎么没投卖推的 我想 我想聊抱给他做身份啊 但是你跳着白痴没人会投你 我最会跳的 因为十二你虽然打我 但你打我 十二白痴 我认识 这个毛线我都听不到 什么毛线 一定是我打一根结构的正大 那这瓶毒 那入夜的话 狼人到了六号 到了六号冤家 那六号当晚宴的是二号 那没办法 六号已经死了 然后起身从五号开始发言 厂商的话 其实因为三号第一天自爆了 九号第二天自爆了 十一号第三天也自爆了 所以就 十一号不对 三号自爆了 九号自爆了 所以起身的话 厂商对话四十一两名狼人 那还剩下一十二两个神 那他们这一轮是从五号发言发言 然后发到最后四号归票的时候 四号跳了个白痴归的十一 那十一号初级再入夜 狼人就这一刀想刀个枪 追个轮次 然后变一变 跟白痴变 因为他跳了白痴 他跟真白痴变 变赢了就赢了 变输了就输了 那前提是他要刀的这个枪 那他最后没有找到这个枪 所以游戏结束 起身的话交牌了 狼人阵营就输了 狼人阵营就输了 狼人阵营获胜 因为他莫之为跳这个身份 确实 归不动十二 就归十一其实也有点勉强 他不如 其实也 因为他们是想着入夜 刀一刀猎人 然后起身他跟这个 真的白痴变 然后他如果变赢了 那狼就赢了 变输了 那狼就输了 但没刀到这个猎人 10号女巫 6号冤家 1号猎人 12号白痴神 一是枪 一是枪 对他们就是想 跳那个白痴 然后就赌夜间 刀刀枪 然后起身 枪带一个人 然后如果带不到 他再跟真白痴 两个人变一变 其实就是 因为没有位置了 因为2号 虽然今天难得发一次言 但是点的 其实还蛮对的 就没有什么位置了 你跟着1 2 是把11 12都出得很多 我们晚上我们就有两刀 不打了吧 不打了吧 我这边常规12 你们投吗 我肯定投11 我会投10 就我们三个人投 我投10 跟着一枪拿着快就成18 就算他们两个不一定的 一和二两个 大概是有皮肥 大概呢 怎么皮肥啊 怎么他们跳白痴 我们不是裸死 你先死我再死 那就把他换了 那你把他换了 我来出刀两刀吧 他说你出我我就一定出 你怎么会投资什么办 哎 那你想前面 我会跟我出的 前面好人都打11 12要出狼 最后莫志为白痴号票出11 你说他们能不出11吗 不打 他们一定出11 你出12 我这个白痴跳得这么了暴 你们怎么会跟我出 我觉得他不上白痴 所以他会是 不是啊 我觉得你是不一定像白痴啊 对啊 我对半白痴啊 所以我投10 我觉得他不像白痴啊 但那11 12有同一 我可以靠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了一句话 然后 真的 我觉得12是好人 我能说什么话 我景象没有打算啊 我还是 你真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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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景象 你真的来 我景象 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 应该就要结束了 今天的话就是最后一局 那2号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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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激情的一碗 我投错投手投手少了 我认为11是要都是狼 但是这个3去 33去归10 有的是投12 因为我觉得11一定带身份 他没跳身份 现在呢 喂喂 真的太好吃了 这是JYC的观众主 谢谢大卫送到虎了 哇大卫 你看那么长时间送虎了 你在理解那边刷虎了跳墙 1000人民币 在我这边刷虎了 大卫哥 你还是我认识那个大卫哥吗 你还是我认识那个大卫哥吗 谢谢大卫哥的飞机 当时认为11一定挂身份 我怕他是张神让他跳身份 他就不跳 没想到狼人跳白是归狼同伴 确实让我有点错愕 让我能错 谢谢这 好 然后明天是周几 明天是周三 最近有什么广告要打的 我们想想看 最近广告一个是南洋碑 12月22号要开始了 我们很多人都要去船上 五天四夜 五天四夜 如果有观众想跟我们一起上船 不是上船啊 不是上船 我们很多人都去南洋碑了 在盛世公主号 五天四夜 往返上海跟日本 然后想跟我们一起去船上玩 狼人杀的 玩家可以新浪微博联视我 船票是6000块钱 6000船票五天四夜 还可以 然后船上有很多娱乐设施 有那种舞台剧啊 电影啊 露天电影啊 游泳馆啊 还有COSPA的比赛啊 还有街机比赛 狼人杀比赛 还有德州扑克比赛 还有 反正反正 还有什么龙虾宴啊 泳装party啊 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新浪微博联视我 6000块钱 五天四夜 然后 其中 德州扑克比赛 我不知道多少钱 狼人杀比赛 总奖金是15万 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联视我们 联视我新浪微博啊 还有 还有最后三个名 好像 每个赛区六个名 我们还有三个名 小可爱不去啊 我叫小可爱很长时间 小可爱都不去 然后 南洋杯 还有什么 我们华山论剑 理论上 华山论剑27号 打明星表演赛 理论上 目前正在 搜集各队资料 我们12个队 基本上主持了 所以华山论剑 会在12月月底开始 然后 还有一个广告是 我们上海跟南京 在寒假期间 要主办 那个 留学生狼人杀比赛 很多留学生 放寒假 回上海 或者南京 到时候可以来 我们GYC报名 好像打联系电话 就可以报名了 留学生比赛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广告 大家如果看 平时视频的话 可以下载狼窝APP 狼是狼的狼 窝是窝的窝 APP 安卓和 iOS都有 安卓下载渠道有点少 好像豌豆家上面 能够下载 还有什么 奶嘴 奶嘴你去吗 我期待你的泳装秀 奶嘴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我们明天再见吧 祝大家长命百岁 万寿无家 你是枪你死了 你带了十二吗 如果我 游戏不结束是吧 他投的十二 你怎么不带十二 我投的十二 我一一定排的 学姐应该都是好人赢的 讲道理 只要女儒不读错 好人基本上可以赢的 都是女儒帮狼人追了一个轮次 没有那把还枪班 也追了一个轮次 枪也带错 三三 如果我是枪 你刀了我 我如果抿不出身份 我就不开枪 不开枪 因为我没有想到 你会归自己狼同伴 对呀 我就觉得就打一个反轮吧 我真没想到 因为一一定被我排了 五也排了 七也排了 暴狼了吧 我都想自暴了 不是 你的狼面是 前面二 你不再听出来什么 二是说要出十一的 你认为二是狼 十一是狼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投了十二 能理解吗 二是要出十一的 你说二十一是双狼 二就说要出四跟十一 我没有逻辑去跟他谈 没有逻辑去 我们大门这么巧啊 是啊 大门都点对了 大门都点对了 他有四十一 他把外出的牌都送保了 嗯 没办法 公公 一一我保了 七保了 五也保了 他说八是个狼 我就不知道这十一十二 两个人拼命才 才七八两个好了 好了 拜拜拜拜 祝大家 我就抱怨 大家早点休息吧 我就抱怨人 拜拜拜拜 不是你没听出我这个意思吗 明天见明天见 我听说我说 我说 大卫 大卫你去南洋碑吗 大卫 真的好多小姐姐都去南洋碑了 泳装party 有windy windy还有谁 还有 紫妍 还有 花老板 花老板都去南洋碑了 你还不去吗 猫匠好像也去南洋碑了 都是泳装party 大卫一定上了 这还不上 小可爱不去 太可惜了 奶嘴你真的不去吗 柏纳窝 柏纳窝去不去 这是你人生最好的智慧了 你想跟猫匠一起游泳吗 龙城大飞 我酷口婆心叫小可爱去 小可爱就不去 没办法 一眼自回食 这是你们最好的智慧 对猫匠也去 没钱 没钱卖剩啊 卖剩不就有钱了吗 卖剩卖不了卖金子啊 好了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 我今天生病了 我一直发烧 难受的一批 我得回家睡觉 明天早点 明天早点 今天 我从早上就开始发烧了 就这样 对了 发烧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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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休息了 大家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